第七十七集 整座方局大殿坐席何止上摆,外面的四个片殿更是人头涌涌,李策看了一圈,也没看到自己想找的人,只见年轻的李太子眉头紧锁,好似在思考着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。 突然间,李太子气韵丹田,张嘴大呼道,瞧瞧,升震了,顿时就将月笙掩盖下去,月师们大惊失策,惊恶间竟然忘记了继续吹的,月笙顿停,整座大殿更是一片安静,裸针可闻,所有人都惊悚地望向李策,那表情比看到了一只猪坐在王位上还要诡异。 扑斥一声轻笑,突然传来,楚桥转头看去,只见诸葛月板着脸,可是还是可以看到他强忍的嘴角糊涂,男子挑衅地望着他,似乎很乐意看到他出丑的样子。 瞧瞧,你在哪儿呢? 疯狂的殿堂太子仍旧大声力吼,好像整座大殿就他自个儿一样,丝毫不在乎其他人的眼光。 行了,别叫了,我在这儿呢。 少女冷着一张脸,站起身来。 多年来,身处狼虎之血,早已练出一身钢筋铁骨的少女,少见地露出一丝郁闷和尴尬。 站在第二格偏见之上,声音轻力地说道。 哈哈,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 李策辅长大笑,转头对其他人说道。 大家继续,不必管我,月师呢,继续奏乐啊。 李策太子横跨过坐席,也不管衣衫下摆,拖过酒杯,就这样横穿大殿地跑了过来。 此时,第二格的众多千金们才把目光纷纷凝聚在楚桥的身上,惊疑不定,风波莫测。 哎,瞧瞧,你在喝酒吗?借酒交愁,愁更愁啊。 楚桥坐回坐席,眉头紧锁。 这般张扬的吸引眼球,对今晚的行动绝对不利,如今已是关键时刻,哪里还有时间和他应付周旋。 少女面容冷淡,成声说道。 李太子身份高贵,实在不该这般不顾礼数,请回吧。 瞧瞧,我好感动,你总是为我着想。 李侧笑眯眯地说道,眼睛眯成一条缝,像只狐狸一样,静止就想坐在楚桥旁边。 这少女端坐中央,丝毫没有想给她让地方的意思,就摸了摸鼻子,走到旁边一席,对着不知道是谁家的千金小姐笑容满面地说道。 这位美人,能否给我让个位置呢? 啊,那少女不过十三四岁,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女儿,哪里见过这样的风流阵仗? 迷迷糊糊地站起身来,李侧道了声谢,就美滋滋地坐了下来。 惹得负责大典的工人们,慌忙将李侧的上等金杯餐具巴巴地送了过来,忙成一团。 楚桥无奈地叹了口气,现在这第二片殿,简直比风局大殿还要热闹了。 大殿的众人目光,跟随李侧过来之后,才惊异地发现诸葛月竟然也坐在旁边。 各种揣测之词,顿时回荡在高高的屋顶之上。 诸葛四少爷,你我都是有眼光的人,来,干杯,庆祝一下燕世子,终于大婚了。 李侧隔着楚桥,伸出脑袋对着诸葛月摇摇举杯,热情地说道。 诸葛月淡淡一笑,轻轻举杯示意,竟然一言不发地喝了他敬的酒。 就在这时,点前突然响起古号,众人抬起头来,只见巍峨金殿上,大夏皇帝一身金色袍芙缓步而出,楚桥跟着众人出列跪拜,抬头之间,只见夏皇并发竟然一片白霜,面容轻熟,眼神如古井般缓缓望来,一眼看到了楚桥的脸上。 少女顿时低下头去,心脏砰砰乱跳,久居上位的大夏皇帝果然有帝王之仪,淡淡之威,内敛不宣。 李侧站在一旁,他是他国使者,又是太子之尊,不必行跪拜之礼。 这男人不光鼻子里,眼睛也好使,见了悄悄凑过来,在满朝文武高呼万岁的时候,小声说道。 别害怕他,老头子一个,跟我家那个一样,都是装的。 如果可以,楚桥真的想挥拳再揍他一顿,可惜这个念头只能在脑海里过一遍而已。 平身周全之后,众人归习,夏皇说了几句开场白,就将矛头对准第二格,淡笑说道。 李太子怎么坐到那边去了,朕给你安排的位置不中意吗? 不敢不敢。 李侧打了个哈哈,说道。 这边凉快,我坐着舒服。 夏皇点了点头,说道。 诸葛月,那你就好好陪着李太子。 一句话,这位诸葛家圆了脸面,诸葛月也不去看大殿上诸葛木卿的脸色,乘声应道。 臣遵旨。 艳世子的车马可进了内城了吗? 一名官员出列,说道。 回禀陛下,还没有接到城门守军的报告。 夏皇眉头轻轻已整,楚桥的一颗心顿时高高的悬了起来,只听夏皇点头说道。 今日既是朕的深层,又是嫁女之日。 艳寻是朕看着他从小长大的,将女儿嫁给他,朕很放心。 诸葛都是国家脑骨。 艳北一脉当初虽然起兵霍乱,但这个孩子朕一直很喜欢。 今日过后,艳北就要迎来新的艳王,希望诸葛亲家同心同德,一同撞我大下升威。 是,是,艳北世子精彩艳绝,帝是一代贤王。 陛下仁慈广播,既往不咎,艳世子定会对陛下感恩戴德,誓此报效。 纯公主殊德美丽,艳世子受上天福责,又受陛下大恩,必然会好好报效国家的。 有人地如此,我大下定刀迎来千百年来最大的忠心。 千穿万穿,马屁不穿,一连串的歌功颂德之声顿时响起。 众人交口称赞,夏皇面容淡小,显然全盘接手,心怀大放。 左系虚坐拳套,如此一来,即便艳巡身死刀兵,也不会有人怀疑到大下皇室的头上了。 楚桥目光在大殿内看了一圈儿,果然没见到巴图哈家族的人。 可奇怪的是,就连怀宋的长公主也没到场,令她一时间有些棘手。 这时,一个轻衣侍卫猫着腰走进第二格偏殿,来到楚桥身后,扶在她的耳边小声地说了一句。 楚桥点了点头,那人就退了下去。 李侧见了,立马看过头来,一副十分老友的模样敲声问道。 瞧瞧,那人是谁啊,他跟你说了什么? 楚桥皱眉望向他,想说什么,就觉得说什么都是废话,索性转过头去,不理不言。 李侧即使不屈不挠地探过头,隔着楚桥对诸葛月说道。 诸葛修,你知道吗? 诸葛月淡淡一笑,嘴角牵起,淡淡说道。 太子都不知道,在下怎么会知道呢? 李侧点头,你说得也对。 就在这时,殿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嘈杂,似有女子大声哭闹,殿上众人纷纷转头向外看去。 下皇眉梢一条,承声问道。 外面是什么人? 一名侍卫抹着额头上的冷汗,跑进来跪拜回答道。 回禀陛下,是,是纯公主。 众人闻言顿时奇奇一愣,楚桥却从刚刚离去的手下那里隐隐猜到了端倪。 只见下皇皱眉说道,纯儿,她来干什么? 公主说,公主有急事要见陛下。 今日是她的大婚之日,她不顾李硕跑到这里来,到底想干什么? 将她带回去,就说艳势子就要进城了。 书贵妃坐在皇帝身旁,文言面色一冷,脆声说道,纯儿,她是等得着急了吧。 宣贵妃眼嘴轻轻一笑,抬起头来,目光如水地注视着下皇,轻笑道。 纯儿,毕竟才十六岁呀,可能是有点害怕,也说不定呢。 身为皇家公主,如此事宜,成何体统? 来人呐,将公主带下去,重则负责看守公主的下人。 宣贵妃文言顿时泪光盈盈,娇柔说道,目和皇后刚刚大去,书姐姐就这样对待皇后之女,书姐姐不觉得愧对姐妹吗? 你说什么? 父皇,宣贵妃有话说。 一声高呼,突然在门外响起,大殿上众人惊议莫定的向外望去,人人面色诡异,一心九转。 夏皇沉吟半想,终于成声说道,让她进来。 长风从门外吹来,赵川一身华丽的大红喜袍,因为一路急跑,发髒有些凌乱,娇弱的少女脸色苍白。 在所有人目光的注视下走进大殿。 野风吹起她的喜袍,像是一只只汽血的蝴蝶翅膀一般,有着破碎凌乱的贵美。 父皇! 少女昂首站在大殿上,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一个头重重的磕了下去,朗声说道,请您收回成命吧,车儿不愿嫁了。 话音刚落,楚桥的手在下面一把扣着诸葛月的手腕,利落的一番,就将她的手掌按在地上,离开自己的衣角。 诸葛月眼睛狭长,聊黑如墨,淡然一笑,大路不平,有人跺,偏偏我还是个爱管闲事儿的人。 五指承转,翻转,拿腕,诸葛月手掌如同泥鳅一般,顿时从楚桥的手里滑了出来,重新拽住了她的衣角。 是吗?几年不见,少爷真是性情大变,我还一直以为您是个冷血绝情之人,不会有外物所动。 双指横插,灵力扫过诸葛月的手肘,轻轻一点,随即利落的抓紧拿血,将她的手臂回折按住。 过奖,说的冷血绝情四字,本少爷在你面前甘拜下风。 两人在作息下,灵力迅速的交手,隔着长长的桌布,别人根本看不出来。 大殿里一片欢腾,无人会将目光投在偏殿这边。 哈哈,你们两个在聊什么,说得这么兴高采烈,让我也听听。 李策突然跳到两人身后,晚面笑容的探过头来。 他话音刚落,两道灵力的目光顿时射来,目光愤怒,刚刚还在暗斗的两人。 竟然同仇气敌的一起带上了被打扰的愤怒。 这个男人说话总是如此。 两人此刻面色严肃,哪里有半分兴高采烈的样子。 偏偏他还能以这样拙劣的借口来打断别人的谈话。 楚桥冷冷的看了李策一眼,随即转过头来,对诸葛月一笑,说道。 草民现在要去茅策,四少爷也打算跟着我去吗? 诸葛月一愣,没想到他一个女孩子当着男人的面竟然能想到尿顿的法子来。 向来冷漠的诸葛四少爷眉头一肿,雪白的脸颊竟然一红,更添了几分邪魅的艳丽。 楚桥站起身来,心情很舒畅,竟然伸出手来拍了拍诸葛月的脸颊,一声一响。 别跟着我啊,就以身份,您可是七大门阀的贵族啊,跟在一个平民的身后,成何体统? 清脆的啪啪声顿时响起,诸葛月脸色更红,勃然大怒。 正要说话,这件楚桥已经大摇大摆的走出了偏点,没入了浓浓的黑夜。 而各种奇异的颜色却从四面八方射了过来,各家的千金小姐们无不惊讶地眼珠善口,惊恐地望着高高在上的诸葛家天之骄子。 显然,刚才的一幕完全落入这些至始至终,就没移开目光的小姐们眼中。 高高在上的诸葛家四少爷,竟然,竟然被一个低贱的贱民调戏了。 啪的一声,诸葛月一把将酒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,眉头锁成了一个穿子。 机会难得啊,求之而不得的殿堂太子坐在一旁,以羡慕的眼神炙热地望着他。 诸葛月突然发现,这个男人真的很招人烦,他厌恶地转过头去,无聊地注视着大殿里的歌舞。 刚走出店门,外面的风顿时扑面而来,楚桥眉头已整,回过头去,只见李侧滴溜着棉袍的下摆,正做出一副悄悄跟在后面的模样。 见他望来,颇有几分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,说道,外面黑,我陪着你去。 楚桥眉梢一条,面色微沉,李侧连忙退后两步,一副防范被打的模样,说道,我在外面等你。 你想在哪儿等? 少女嘴角带笑,笑容甜美,可是语气里却带着巨大的杀气,缓步靠近。 李侧含毛直立,顿时连连摆手,我就在这里等你好了。 楚桥面色顿时一缓,点起脚来,伸手摸了摸李侧的脑袋,笑颜如花。 乖,听话。 第七十八集 李侧却觉得,他笑起来比平时冷漠的样子要凶悍多了。 楚桥是燕巡的新妇手下,燕巡大婚,他必须到场,这样才能稳住人心,使别有用心者放松警惕。 迅速抄小路向原定计划的地点走去,少女心下暗暗的。 还要多亏了赵春儿,不然想要这样不被人注意的离开,真的要花一番功夫。 时间控制得刚刚好,少女屈指放在嘴前,木然吹出一声响亮的口哨,黑夜里听来像是凄厉的夜宵。 隐藏在黄城各个角落的影子们顿时收到行动的信号,无数个身影迅速地跃起,黑暗的夜色成了他们最好的保护。 少女面色冷淡,嘴角缓缓牵出一抹冷笑。 真黄,欢迎来到地狱。 少女的身形犹如迅捷的豹子,在黑暗的回廊小道穿梭而过,冷冽的风从她的耳边呼呼地吹,像是暗夜里隐藏的野兽。 接近目标,是一座不起眼的传哨房,坐落在黄城的西北西安门。 目标正吹着口哨,躺在床上,翘着二郎腿,十分的悠闲自得。 不再犹豫,闪身进门,不再掩饰,大啦啦地走进去。 少房的传信官刚有察觉,楚桥迅猛出手,胳膊一抬,左手紧紧捂住目标,像惊呼的嘴。 右手倾台,寒光闪现,轻轻地缓缓地抹过咽喉,身刺横拉,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。 杀人在很多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。 这时,传信官喉咙上闪现的红痕翻卷,渗出雪珠。 楚桥松开了手,目标喉咙发出呵呵之声。 突然,渗血的红痕裂开,阴红的血涌了出来,越来越多。 目标的瞳孔逐渐扩散,身体软软倒下,阴红的血水渗透流出,躺了满床。 楚桥拉过被子,盖在男人的身上,然后转身出门,向着下一个目的地而去。 这就是他和大同行会的任务。 宫内宫外共同出击,在雁巡局袭反旗的第一个时辰内,瘫痪整个帝国的军队和传信系统,将这座真皇帝都变成一座沉睡的死城。 一个时辰内,大同行会的刺客团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看着城外天空中不断飞上高空的蓝色烟火讯号,还有黄城内接连响起的夜宵口哨声。 楚桥缓缓地松了一口气,蹲在一片死寂的御花园中,用手指将最后一横画完。 此时的地面上,已经有密密麻麻的一片症子,这个晚上,有太多人无故丧生,他们的职位各不相同,甚至毕生都没有见过面,也没有任何交集。 这些人里,有帝都警卫部的警卫联络员,有第七军的高级军官,有低等的沉门手足,有车马行的消息马贩子,有外城办事处的传信兵,水龙局的当职士兵和长师太监孙云浦,还有各个城门前的站岗哨兵。 大同行贿的宗旨,是维护大陆正义,共建大同社会,铲除奴隶制,推崇人人平等。 所以,尽管手中掌握着足以左右天下大势的力量,但是,他们却从不会乱开杀戮。 当然了,眼前的并不算是大开杀戮,楚桥姑娘的杀人手段非常高明,不该杀的她一个都没有乱杀,该杀的却一个也没有放过。 手段干净利落,精密准确,除掉哪个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,楚桥都掌握得一清二楚。 杀戮到了她的手里,变成了一种艺术,万千丝线禁忌于她手。 此刻,她要一点一点的收线了,前期工作都做完了,该去做正事了。 楚桥站起身来,刚一转身,却见一个修长的身影站在无尽的夜色之中。 清冷的月光洒在她的身上,幻花出一片淡淡的银芒。 好手段! 黑暗中的男人声音低沉,冷漠地缓缓说道。 初始的惊恶早已消失,楚桥冷冷地望着前方,不动声色地左右查看,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人跟随。 不必看了,没有别人。 男人上前两步,月光之下,一身紫色的衣袍好似被蒙上了一层银雾。 面容俊美,甚至有些像女人,但是一双眼睛却是冷冽如冰。 男人缓步上前,呈声说道。 还想到哪里去? 还想杀谁? 少女面色阴沉,冷冷地吐出两个字。 让开。 天真! 诸葛月嗤之以鼻,冷横一声,嗖的一声闷响,顿时传来。 楚桥动作如风,重拳直上,腰力一扭,身体犹如一片树叶般飞速上前。 诸葛月不料他说打就打,顿时还击,两人动作敏捷,招式绝秒,一时间竟斗了个旗鼓相当。 突然冷风吹来,只听砰砰两声闷响,两人的拳头交叉而过,互相击打在对方的胸膛上。 力道之大,让他们各自闷哼一声,同时退后两步,又成相持的局面。 燕巡不可能造反成功,哈雷和魏叔叶已经布下了天罗帝王,和帝国作对,乱臣贼子只有死路一条。 楚桥冷哼一声,用手背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,寒声说道,奴才。 诸葛月瞪时大怒,成声说道,你说什么? 诸葛月,我以前以为你也就是个目中无人,没有人性,自以为是的贵家公子罢了。 今天才知道,原来你还是信赵的奴才走狗。 诸葛月面色铁青,我并不是忠于赵家,而是忠于大夏。 有什么区别吗? 楚桥冷笑一声,哼,少说什么乱臣贼子的鬼话,胜者为王,败者为寇,你怎知他日史书上,不会说你是为虎作唱的附庸走狗? 历史,只听胜利者的言辞。 你对他倒是有信心。 诸葛月冷冷一笑,我倒要睁大眼睛看看,他是怎么逃出这真黄大门的? 楚桥眼睛一眯,杀鸡抖线。 恐怕你没这个机会了,杀气逼人,招事交错,少女一把抽出匕首,就和诸葛月交起手来。 月光之下,只见两人身影迅速绝伦,好似两团影子,挪腾跳跃,在花树草丛间你我往来。 你跟着他,早晚也是死路一条。 拿匕首的手腕被挑了起来,诸葛月得势不饶人,信往而上。 多谢你关心,不过你还是先照看好你自己吧。 楚桥凌空翻越,一脚狠狠地踹在诸葛月的肩膀,挥刀很差,毫不容情。 多行不业,毕自毕,你不要逼我杀狠手。 你我本就是死敌对头,又何必留守? 那边什么人? 纷乱的脚步声突然传来,两人一愣,顿时齐齐助手。 煞时间统一地向左边一片茂密的花丛跑去。 然而,刚跑两步,发现对方也向着同一个方向而来,邓时忘记了追逼,又动手打在一处。 在东面,跟上。 宫廷侍卫们迅速接近,诸葛月眉头紧锁,一把抓住了楚桥攻来的手腕,怒声低喝道,想死吗? 还打? 楚桥扬眉怒道,你干嘛跟着我? 诸葛月也怒了,谁跟着你了? 就在前面,快! 刷的一声,楚桥一脚踢在诸葛月的小腿上,诸葛月眼露凶光,骂道,不知死活的疯女人。 少女半跪在地上,冷冷回道,死缠烂打的贱男人。 快! 声音接近,一惊就在尸骨之外,两人眼神一惊,同时收手,侧身一滚,就躲进了茂密的花丛。 在哪儿呢? 头儿,你听错了吧? 领头的护卫,谨慎摇头。 不可能,我明明看到有好几个黑影。 头儿,是猫吧,这园子里猫多? 不会,我亲眼看见的。 首领诚实说道,大家次处转一圈,今晚是陛下大寿,千万别出插错。 是。 人群渐渐远去,两双警惕的眼睛紧慎的望向外面,一直目送那些大兵远远的离去。 砰的一声,突然传来,诸葛月小肤剧痛,还没来得及反击,就见楚桥的身体顿时扑上来,一下将他压在下面。 诸葛月没料到他这时动手,一时不察之下,竟被他攻了个措手不及。 楚桥的身手何等了的,诸葛月这一刻的尸神已经足够,膝盖狠狠地磕上,诸葛月剧痛之下,险些叫出声来,下一秒已经被他用绳索紧紧紧地捆住。 看在你刚刚没有叫人来抓我的份上,我今天不杀你。 楚桥站起身来,低着头看着对他怒目而视的诸葛月,面色冷然,成声说道,诸葛月,八年前你没有揭发我,给了我一条生路, 我很成你的情,但是这并不代表可以泯灭你我之间的恩怨仇恨。 作为门阀贵族,你杀几个奴隶无可厚非,但是偏偏这几个人是我所重视的人,随后你射伤雁寻,让我们没有逃出帝都,受了八年的囚禁之苦。 你我之间一开始就是对立的,永远无法调和,无法改变。 这一点,我希望你能明白,我今天不杀你,不代表我以后也不会杀你,所以下一次见到我,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。 诸葛月面色铁青,已然怒急,见他转头离去,突然沉声说道,你现在走出皇城,必死无疑,以后还怎么杀我? 楚桥回过头来,灿然一笑,你对他这么没有信心吗?我却不这么觉得,要不要我们来打个赌? 诸葛月冷漠相识,嘴角讥讽千奇,却并不说话,你一定赌我们逃不出去,而且全部死无葬身之地。 我却确信,我们不但可以走出去,还可以大张旗鼓地走出去,让整个西蒙大帝的人都知道,让整个燕北的子民都知道,他们的王回来了。 那一刻,少女的脸孔突然散发出无法掩饰的光芒,像是站在璀璨的朝阳之下,有恍若神迹的光辉,在这刻黑的夜色中,是那样的神采照人,那是一种全心全意的信任和推崇,完全的确定,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和担忧。 突然间,诸葛月觉得那笑容是那般的刺眼,他甚至有些痛恨,为什么那个被信任的人不是自己? 少女望着他,自信满满地说,诸葛月,你看着吧。 那一晚,是诸葛月毕生无法忘却的日子,多少年后,他仍旧会不时地想起少女离去时的表情,还有他自信满满的那句话。 他说,诸葛月,你看着吧。 于是,他真的就这么看着了,看着他轻快地离开了他的视线,像是一阵风,像是一片云,就好比八年前的那个晚上一样,他面色凌厉地喊,诸葛月,灵溪不会白死的。 他向来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,当世事俱变,乱世纷乱的大潮席卷了他们生活的土地,打乱了他们行走的节奏。 颠覆了他们曾经的梦想的时候,他总是会后悔地回忆起那一晚。 如果早知道随后发生了一切,他还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,会不会一声不吭地放他离去。 但是,这世间毕竟没有如果的存在。 于是,他静静地躺在冰冷的草丛里,目送着少女的身影隐没在层层黑暗之中,像是一只骄傲的凤凰,离开了他的视线。 从此,进入了另一个广阔的世界,散发出举世瞩目的无双华彩。 天边锦绣满布,雁虎无双。 皇上,惊慌的声音突然在殿外响起,一名公公小步跑了进来,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带着哭腔说道。 皇上,臣公主,臣公主逃了。 八妹怎么了? 赵宗站起身来,怒声说道。 老公公脸色一块,大声叫道。 臣公主,她跑了。 什么? 书贵妃柳眉一束,立声说道。 怎么跑了? 跑哪儿去了? 你们那么多人看着,还让公主跑了? 留着你们,还有什么用? 老奴死罪,老奴死罪。 老公公大哭道。 皇上饶命啊。 婚礼将至,喜娘却跑了。 众人面面相许,赵彻站起身来,承声说道。 闭嘴,先说清楚。 公主,公主是什么时候跑的? 跑去哪儿了? 那老公公刚想说话,突然只听外面罗声大响。 尖锐的号角声瞪时响起,声音中的急迫让人闻之站立。 外面怎么回事? 皇帝眉头一皱,成声问道。 爸! 拉长的嗓子远远传来。 一名亲衣侍卫,来不及等里面的人宣赵,就跑了进来,语调坑枪的说道。 请皇上,贵妃娘娘,皇子殿下和各位大人移步到安城地带。 皇宫着火,火势极大,不受控制了。 着火? 三皇子召气一愣,不可置信的说道。 哪里着火? 水龙局在哪里? 为什么不见有人灭火? 已经派人去水龙局通报了,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回应。 至于着火,农才也不知道哪里着火了,只是到处都是火光一片。 皇上,快走吧,火快烧到方局垫了。